我建议想要摆脱疾病的人,不管什么时候,只要条件许可,都要读一读我们的资料。 因为转时即转运,摆病全消的基础是你不再给他们继续显化成实相功能。 但是想想或说说是没用的,如果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,心里或口头说信,只是在骗鬼,却骗不了自己,更别说言出法随了。 变化不会突然显现,序幕会缓慢地展开,但铺陈的导引已经完成。 其发展的程度比预期的好,精深的核心资料在日后会真正地展开,成为序幕后的第一篇正文,导入那些先前不可能被理解的实相主题。 计划初期部分已经完成,能力获得发展,达成完形的可能度再增加。 我们很快就可以开始进入正题,集第二部分。 约瑟所演绎着的罗,你不熟悉这个内在计划,事实上鲁伯也不知道上面的安排。 你俩已有的内在知识相当充足,鲁伯在这里是我们强而有力的合作伙伴。 从上头考虑利用你俩完成此任务的那时起,就给了我们留下了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,同时也帮助自动维持其整个人格的稳定平衡。 鲁伯的能力确实在日后会得到长足的进步,你自己的力量以及内在能力在帮助维持平衡,这营造出了大部分的心理氛围,让我们可以在里面运作。 约瑟也采取了行动,提供了额外的能量,帮助鲁伯接收这些超频高维讯息。 我答应过你们,我会更清楚解释你们俩能力的本质,以及这些能力在我们计划中扮演的角色。 鲁伯的意志够坚决,足以承担这个重责大任,他这么做真的很值得。 约瑟,你这样做也很值得,我们的资料日后会扩展到更深远的领域中,但你们需要更精纯的能量。 我们第二阶段的计划会增加资料的广度,我们会讨论更玄妙的话题。 鲁伯已建立起非常大的信心,我们必须慢慢进行,特别是在一开始的时候, 因为如果我们的基础不够扎实,就不会有后续的进步。 透露多维石箱是一个冒险的计划,我不希望它失败,这是一种拓心,没有所谓的命定,冒险的计划并没有注定的必然。 这计划代表了能量完形以相当自然的方式聚集在一起,我们必须以这种不会彼此冲击的方式相聚。